志工团体寒冬送暖 桃源市一家志工团 为了关怀入室朋友 携手艺橱团 到新屋仍有爱心家园举行岁末饗宴 要让憨儿吃得开心 志工们也希望大家共襄盛举 保住更多入室族群 多位艺橱拿出看家本领 料理出一道又一道的佳肴 希望透过美食温暖憨儿们的心 为在新屋的人有爱心家园 原先机构设置在大西 因租约到齐而搬迁至新屋 目前共收容59位憨儿 最小20岁 最长为58岁 提供他们一个遮风避雨的避风港 社支组长张建新表示 一家志工团与义橱团 非常关心憨儿们的健康 这两年两个志工团 攜手举办岁末饗宴 让孩子有个美好的回忆 因为人有爱心家园 我们之前是在大西 但因为土地租约到齐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 才从大西搬到新屋 那一家志工还有义橱这边 其实一直很多年来 都帮助了我们人有爱心家园 然后帮助了我们很多的 一个失青的憨儿这样子 一家志工团每年除了捐赠物资 也会到各地关心弱势的朋友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因为我们之前在 每一年的捐赠里面 就会有来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去一家志工分享团 在去年我们就开始 跟义橱的这个团体有合作 那去年开始我们有去胜安 有去幸福基金 那今年想说因为我们觉得 每一年都要有不同的地方 让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只有小小点滴力气 一点力量 然后给更多的地方知道 其实义橱这个团体也很好 一家也很好 让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这个温暖 义橱团成员发挥本身轰调专厂 明年都会帮助不同单位 除了贡献自身的厨艺 也集合众人的力量来做工艺 我们在除了在我们的职业上 还有在我们工作上 家庭上话 就是把时间抽出来 那做一些给社会温暖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会去找需要帮助的点 那我们都是会 志同到合的一些师傅 那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做一些公益 让社会更看得到一些温暖 未来一家志工团将持续携手 义橱团为桃园在地弱势族群提供服务 也期盼外界能够一同共襄盛举 关心身边的弱势朋友